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信息系统很扎实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采取滚动预算 滚动预算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做到预算与战略的不断磨合 通过动态预算来把握未来 因为滚动预算可以是一个季度滚动一次 也可以是一个月滚动预算 那么滚动预算在不断的滚动的过程中 你会不断的去检讨预算与战略的拟合程度 这样的话使这个预算能更好地体现战略的要求 第二点 减少预算编制中的不确定性 使预算与实际情况更适应 有利于充分发挥预算的指导和控制作用 因为在预算的编制过程中 你头一年编第二年的预算 因为时间跨都是一年 预测总是存在着误差的 那么通过滚动预算 我们能够对误差进行不断的修正 你比如说 我们在编制2020年底 在编制2021年预算的时候 我们对2021年一季度的预测可能是准确的 但对2021年二季度的预测可能就有偏差 对2021年第三季度的预测差距可能会更大 如果你的预算是通过每个季度滚动一次的话 我们自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不确定性造成的误差 使预算的考核更加准确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适合滚动预算 滚动预算存在着以下两个缺点 一 在一个财务年度 在一个财务年度以内 分若干次定期编制预算 这使得预算编制过程 消耗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因为我们知道 对很多企业来讲 一年编一次预算 都觉得工作量很大 如果这个企业 信息化系统程度不高 预算编制和管理过程中的规范性不强 这样的话滚动预算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会耗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二 平凡的预算编制可能产生各层次人员的反感 甚至成为管理层否定预算的借口 如果说你的预算 滚动预算的基础不具备 在这种情况下 强行推行滚动预算管理 在预算方面耗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但也没有很好地解决预算的准确性的问题 这样的话会使各层次的人员产生反感 会对预算的执行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 那么在预算的调整的过程中 那么如果是不采取滚动预算 而进行预算调整的话 我们必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 调整条件 也就是说我们要详细的规定 具备哪些条件 我们才能够调整预算指标 如果预算指标本身制定是合理的 而是执行中的问题 那不属于预算调整之力 预算调整的条件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公司体制改革和公司内部重大政策调整 比如当公司体制进行改革了 比如说 我一个国有企业 最后改制成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以及公司内部的政策做了正大的调整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调整预算 二 国家经济政策发生重大的调整 也就是国家宏观 经济政策和调控方式发生的调整 你比如说房地产 政策的调整 可能就会涉及到房地产公司 预算的调整 三 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比如说今年的全球疫情的爆发 使这个市场需求结构和需求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也是需要调整预算 第四个 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的因素 第五 预算管理委员会 及相应机构认为有必要调整的其他原因 当然 预算管理委员会 它可以提出调整的初步意见 然后去进行按规定的程序进行审批 二 调整的时间 通常来讲 每年的九十月份 我们进行一次预算指标的调整 而不是说随时去调 第三 调整的申请审批流程 所以预算调整 要经过上一级部门来审批 哪些需要 什么样的类型调整 是需要 什么样的机构进行审核 什么机构提出 什么审批 什么机构审批 要有一个流程 我们按照流程去做 第四 调整的审批权限 也就是说 最终调整的权限 是在 什么部门 比如说 国有企业 央企 当 国资委下达的指标 你进行调整 那是要经过国资委审批的 如果说 上级下达的指标 并没有变化 只是内部指标调整 我们不需要经过国资委批 可能 集团 就可以 进行审批 因为不涉及到总体的指标 只涉及到里面科目的调整 十 预算考评 当我们预算执行 一个执行阶段 执行完以后 我们需要进行定期的考评 考评的过程中 要注意的问题 一 预算考评 基本原则 我这里强调一下 预算考评 并不是说 预算管理机构 拿着预算指标 来评价下属执行单位 没有这么简单 当然 我们依据预算指标 评价下属预算单位 是预算考评的重要内容 但不是全部内容 考评的第一个原则 依据愿景 战略目标 和路径 对预算管理工作 和预算执行工作 执行情况进行评价 这里面告诉我们 预算 预算考评 是考评两大方面的工作 一个是预算管理工作 也就是各级 部门 你在预算管理工作中 工作做的怎么样 比如说预算的编制 是否恰当的体现了公司的战略 公司的愿景 预算指标 下达 是不是合理 预算指标的类型 设计 是不是科学 指标数值的下达 是不是符合 客观情况 这是对预算管理工作的 考评 评价 第二部分才是预算执行情况的评价 我们评价下注单位 预算执行工作中 存在着哪些差距 哪些指标 很考的完成的预算 哪些指标没有完成预算 没有完成预算的原因是什么 预算考评结果 作为 确定企业资源分配方向 和对各预算单位 年度奖励 以及长期奖励的依据 我们预算的考评的结果 是 编制明年预算的重要依据 也是 对 今年预算执行情况 业绩兑现的依据 当然 业绩设计的两个方法 一个是年度的 绩效工资和奖励 对于有些实行 长期股权基地的公司 也会涉及到 也是长期基地的重要依据 三 预算考评 以统一的会计政策为基础 以审计后的会计数据 与经审核后 真实准确的经营数据为依据 这里讲的是 预算的考评 是把预算指标和经营 实际的业绩做比较 我们实际的业绩 它会涉及到会计政策的问题 不同的会计政策 会导致不同的业绩结果 所以说呢 如果是一个集团公司 预算的考核 要以统一的会计政策 一定要做好会计政策的统一性 也许大家说 在一个集团里面 会计政策肯定是统一的 但是 我 根据我的了解 有的并没有做到完全统一 什么原因呢 像当年并购的公司 可能会计政策 相当一部分没有做到统一 另外 会计数据要 以审计审核后的数据 那么对于 下属的子公司 它是一个独立的法人 它的报表经过事务所审计的 我们要以事务所审计的 数据为依据 对其内部的 非独立核算的部门 我们要以内部审核的依据 审核以后的依据 作为预算考核的依据 考评的依据 第四 预算考评应该体现 公平 合理 有效的原则 那么如何做到公平 合理 有效呢 我想 根据目前预算的 各个企业预算的实际情况 要做到公平 有效 和这个 合理的话 我觉得 预算管理 应该实行 双向考评 什么叫双向考评呢 允许预算管理机关 机构 对预算执行 单位进行考评 这是我们传统 所做的考评 我们的 管理部门 对下属 相关部门的 预算执行情况 进行考评 第二点就是 要允许 下属 预算执行单位 对预算管理部门的 管理业绩 进行考评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预算执行单位 你可以考核我的预算执行情况 但我也有权利考核你的预算管理工作和水平 比如说 你的指标 确定就不科学 你的预算 是不是体现在战略的要求 这些通过执行部门 对管理部门的考核 有助于管理部门 发现自己预算管理中的部落环节 有利于提高预算管理的能力 第五 置身于宏观环境 结合大数据 实施预算评价 也就是说 预算评价的过程中 不能够仅仅 以预算指标 作为唯一的依据 来评价 下属单位的业绩 因为 预算指标 制定 本身就存在着 是否 完全科学 是否符合实际 是否完全符合实际 客观环境的变化 也会使 预算指标 实行过程中出现偏差 所以说 不能够 单一的 以原来的预算指标 作为 评价的唯一一句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结合大数据 对整个市场 进行对比 对整个行业 相同企业 进行对比 通过这个对比 才能够真正的 靠评 各个单位 预算执行过程中的 努力程度 和它的 管理业绩 就像我刚才讲的例子 有的企业 并没有完成 预算指标 但这主要是 宏观环境 发生的急剧的变化 尽管预算指标 没有完成 但是在同行业相比 它的相对盈利能力 是提高了 这就说明 它的管理业绩 是比较突出的 二 预算考评组织 预算的考评组织 实际上 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 要点 一 分级考核 董事会考核企业 整体预算 和经理层的预算管理工作 经理层考核下属各预算单位 预算执行情况 和预算管理工作业绩 也就是分两个层次 一个是董事会的考核 一个是经理层的考核 董事会主要考核经理层 经理层主要考核下属 各个部门和单位 二 合理的分工 预算委员会 为董事会预算考核提供支持 预算办公室 预算执行委员会 为经理层预算考核提供技术支持 也就是说 董事会 对经理层进行预算考核的时候 首先要由董事会下的预算委员会讨论 提出初步的考核方案 经理层在实施预算考核的时候 要以预算执行委员会 预算办公室 提供详细的资料指示和技术支持 三 考评指标体系 那么预算管理的考评指标 包括由三大部分构成 一 关键业绩指标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像利润 经济资产收益率 EVA等等 这是奋斗目标方面的指标 第二 关键控制指标 比如资产负债率 百元销售现金保证程度 以及 应收账款存货方面的指标 这是控制指标 第三类 评价修正指标 评价修正指标 实际上是评价下手单位预算管理工作的 你比如说 下手单位上报的预算的报表体系 是不是按规定的时间上报 报表过程中有没有差错 工作有没有失误 以此来综合评价他们的业绩 四 考评的方法 那么我们对预算的考评 包括对下属的经营型责任单位 和管理型的单位 他们是有区别的 对经营型的单位 比如经营部门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对于预算考核的过程中 需要考核三大类指标 通过三大类指标的设计 来反映预算执行过程和管理过程 关键业绩指标 关键控制指标和评价修正指标 但这些指标怎么能评价 如何算分呢 目前的做法 大体上分为两种 一种是扣分制 一种是加分制 对经营型责任单位考核 扣分制 怎么做呢 业绩指标为考评的基本依据 控制指标和修正指标倒扣分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业绩指标做100分 然后控制指标 你都完成了 那就不扣分 修正指标你都完成了 那也不存在的扣分 如果你控制指标没有完成 比如说资产负责任指标突破了 你就扣你多少分 这就是采取扣分制 第二种呢 加分 对业绩指标 控制指标 修正指标分别负义权重 采取加分的方法 比如 业绩指标占60分 控制指标占30分 修正指标占10分 根据每一类指标你完成情况 分别加不同的分 这就是扣分制和加分制 那么到底哪一种方法比较好呢 事实上 无论是扣分制还是加分制 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但是从细化程度 以及从行为管理的角度来讲 可能加分制会更加的符合行为管理的要求 行为行为管理的以及人文管理的精神 为什么怎么讲呢 扣分制实际上来讲呢 它是一个什么 是一种处罚制 也就是说呢 我找出你的缺陷 那么给你扣分 加分制是什么呢 是认可制 我认可你的努力 当然 无论哪一种方法 都不会改变最终的考核结果 那 我们认为 认可制 应该来讲 相对来讲 可能更体现人文精神 二 对职能管理型责任单位的考核 职能管理型的单位 它本身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它是一种管理型的机关 比如说人力资源部 财务部 等等 还有办公室 那么这些部门呢 不是经营部门 它是管理部门 那我们知道 管理部门是费用中心 能不能说它费用开支 没有突破预算要求 它在预算工作中就做得好呢 不是的 这个 没有突破预算指标 来开支费用 仅仅是一个方面的工作 而且对它来讲 这一方面不是考核的最主要的内容 那考核的主要内容是它分管的这个业绩 它分管的管理工作的业绩 才是预算考核的重点内容 所以 对职能管理型的责任单位而言 以归后管理的业绩为主 费用开支情况 不超过20%的权重 对吧 比如说你财务部 财务部是考核 那么我对你考核的是你归后管理的财务工作 包括报表的编制 资金的使用 等等 而不是说你的财务部 今年给你60万的管理费用 你没有超过 就是你的业绩 十一 全面预算与企业管理手段的融合 好 那么 全面预算管理 是众多企业管理方法中的一种方法 如果说预算做不好 企业的战略 无法实施 企业的业绩 无法提升 但是 仅仅仅是预算工作 做得好 其他方面 没有配合和更善 那么企业的整体业绩 也很难提高的 何况 其他方面的工作没做好 预算 本身 的指标也很难实现 那么 在企业管理当中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考虑 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 预算企业管理 有哪些方法和手段 刚才我们讲的 预算管理是一个方法和手段 那除此之外 有什么 有内部控制 战略管理 成本管理 绩效管理 等等 那么 这些 要知道 这些每一个方法和手段 都是 企业管理中 不可或缺的 而不能够 单凭预算 一个管理方法 第二点 预算管理的要素 到底包括什么 预算管理 不仅包括 预算的编制 预算的实施 预算的考核 还包括 对战略的理解 详细 战略规划 的制定 以及对 经营计划 投资计划 筹资计划 等计划的审核 等等 所以这些都构成预算管理的要素 即使是预算评价 也不是简单的用预算指标 与实际 对比 还应该包括 对管理部门自身预算管理工作的全面反思 要总结 以往预算管理的经验 查找预算管理中存在的缺点 从而提高预算管理的水平 所以说它会涉及到战略 战略规划 关键业绩指标的确定 经营计划 预算编制 预算实施 预算考评 这才是全过程 全要素的预算管理 第三 预算管理中的全面 我们的预算管理 尽管来讲 预算管理 要按照 我所讲的七个 环节去做 而且呢 每个环节 会涉及到很多管理会计的工具和方法 但是 每个环节具体怎么做 工具方法怎么嵌入到预算管理中去 这个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这是要 企业根据 具体的情况 来进行方法的组合 和方法的运用的 我全面理论认为 在管理中 要依据环境和内外条件随机应变 灵活的采用 采取相应的 适当的管理方法 不存在 一成不变的 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管理理论与方法 也不存在 普遍不适用的 不好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也就是说每一个方法 那么是企业根据具体的情况选用 别的单位认为是好的方法 对你来讲不一定是好的方法 因为你可能不具备那个条件 就像我刚才讲 滚动预算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么 公司管理和治理很规范 预算信息化程度很高 这样的公司 采用滚动预算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但如果说 基础很薄弱的企业 可能滚动预算 也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那么 既然预算管理过程中 涉及到预算管理方法 和其他方法的整合运用 所以这里呢 我们在企业在检查 评价自身预算 管理经验和不足的基础上 定期评价 还要评价 其他相应的方法做得怎么样 使企业的所有的管理方法和工具 能够齐头并进的提升 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企业成功的因素很多 我这里把企业成功的因素 分成四大类的方面 文化 战略 执行力 和 胜任能力 这四大类当中 每一类 又包括 入干内容 比如企业文化 这个因素当中 它会涉及到理念 道德价值观 人际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 不同的理念 那么不同的道德价值观 不同的人际关系 这样的话 这三个方面的文化环境不同 决定了企业的管理效率 和管理能力 差别很大 比如说 企业所有的员工 都是齐心协力的 没有那些 政权独立的 坏习惯 那么 大家齐心一致的 企业就一定能搞好 如果说 员工当中 勾心斗角的 很多 遇到利益的时候 首先是考虑到个人利益 而不是企业整体利益 那么这个企业就很难做上去 战略 战略包括 主要是战略路径 战略目标的选择和战略路径 执行力 包括计量 你的信息系统 对 企业业绩的完成情况 各种 计量的数据 指标 是不是准确 第二个 内部控制系统 你比如说 是否不相容植物的分离 分析授权控制等方面 是不是做得很好 第三个 预算 所以在执行力当中 预算 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但不是执行力的全部理由 胜任能力 会涉及到投资者关系 技术方面的胜任能力 营销方面的胜任能力 生产方面的胜任能力 以及财务 人力资源 信息技术方面的胜任能力 也就是说 这个四大方面 以及这些详细的指标 14个方面的 详细指标 都能够做得很好 企业才能够 真正的 立于不败之力 所以说呢 我们在企业评价的时候呢 要对这个 四个方面的各项指标 进行评价 看看 每一个方面 你是出于 线段是什么 你是出于较差 还是一般 还是优良 然后 制定 优化的方案 比如说 在十四五 规划期间 我们要把四个方面的 所有具体方面 都达到优良的水平 所以要制定 所有方面 齐头并进 提升的思路 和提升的措施 而不仅仅是预算 如果对所有的方面 的提升措施 都已经做到了 这样的话 企业 真正竞争力 才会真正的提高 才能真正 使企业 基业 缠清 第十二个问题 预算管理 有效性的基本前提 刚才我们讲的 预算管理 是管理中的 重要的 手段方法 那这些手段的方法 要得到 良好的运用 必须与其他的方法 相结合 其他的方法 构成他有效实施的前提 那预算管理 有效性的前提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人 人的因素 人的因素 包括出资者 与管理者 对人的要求是 责任感 合作精神 和契约精神 无论是出资者 还是管理层 都需要抱着 对党 对国家 对社会 对企业的高度责任感 而且股东 和管理层 以及不同层次的管理层 要有很高的合作精神 和企业精神 只有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保证 企业合法合规 并勇于承担相应的风险 来提高企业的效益 你比如说 如果一个上市公司里面 大股东 从上市公司抽逃资金 用于他用 如果出现这样的做法 这个上市公司 必然会出现经营的困难 再比如 管理层 为了完成业绩 完成相应的 吉利标准 通过财务报表 落序作假的方式 这样 必然会损害企业的利益 出资者的利益 这也是法律 所不允许的 所以说责任感 合作精神 和企业精神很重要 另外 出资者之间 要精神团结 出资者和管理层之间 要有高度的团结和合作 只有这样的话 我们企业才有高好的可能 第二 公司制定机制 公司制定机制 我们要做好的 比如要严格按照 中央有关部门 按照国资委的有关规律 不择不扣地落实 董事会的职权 建立健全 集体机制 积极地 推动 混合所有制改革 并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当中 不择不扣地履行 不择不扣地维护 国家的权益 建立 灵活 高效 和监督有效的 公司制定机制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 内部控制体系 内部控制体系 它是保证企业合规性 保证企业战略实施的重要手段 那么如果说企业经营 违规 或者是说下属 不按照 授权 不按照战略去做 那么 企业不仅 经营上 是不合法的 会出现很多不合法的情况 无法达到合规性的要求 战略也无法实施 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 我们需要做好的事 严格 按照 内部 控制的五要素 五目标 去做 在控制过程中 要 重点之重 我们 是要 按照控制目标的要求 严格执行 不相容 植物的分离 分级授权控制 信息 沟通 与监督 那不相容植物 分离 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 会计和充当 是不相容的植物 不能够 有一个人担任 所以在企业当中 要把不相容的植物 都 都找出来 列出清单 我们采取 不相容植物 分离的方式 来管控 比如说 授权经办 和审批 不能用一人去做 这是不相容的植物 经办和审核 也不能够 由一个人去做 要相互奋力 另外 分级授权控制 这个前面已经讲了一些了 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 要做好信息 沟通 也就是说 信息沟通 它既包括企业内部的沟通 也包括企业内部的沟通 那么企业内部的沟通当中 我们领导要有沟通的意愿 要有与下属沟通 与各方面沟通的良好的习惯 那么信息沟通中 还要建立 有效沟通的渠道 比如说 接待制 反馈制 等等 那么信息沟通当中 还需要做好保密条款 什么样的信息 由哪一级的管理人员和相关人员知晓 就要做好保密性 信息沟通 还包括企业与外部的沟通 那企业与外部的沟通 比如说 我们与供应商的沟通 这样 了解供应商的管理 供应商的产品与服务 以便更好的合作 另外 要与经销商消费者的沟通 取得经销商消费者 对我们的产品的建议 以便不断的完善产品的功能 我们还需要通过外部沟通 来获取 收集竞争对手 的相关信息 当然是以 正规的渠道 比如说 他所发布的公告 等等 来事实调整 我们的经营战略 另外外部沟通中 也需要做好 信息的保密 我们沟通 是要按照这个法律 法规的规定 去做 比如说 上市公司与投资者沟通 我们既要满足投资者 对你信息的需求 也要遵循证券会 及相关信息披露 的规定去做 应该在相同的时间 使所有的投资者 以相同的方式 获得相同的信息 只有这样的话 才能避免内幕 信息和内幕交易 另外要做好监督工作 我们这一套强有力的 内部控制制度 要在不同层面 不同部门得到贯穿实施 必须要有很强的监督体系 来监督下属 所有部门和单位的实施情况 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问题 四 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那么对风险管理来讲 因为国务院国务委 早在06年就颁布了 中央企业风险管理之一 而且2018年还颁布了 合规管理的指引等等 所以说我们要严格按照 风险管理合规性的要求去做 那风险管理当中 我觉得要避免两个极端的做法 一个极端的做法是无视风险 所谓无视风险就是 看不到企业面临的风险 或者是严重低估 企业经营中面临的风险 因为今年预期的变化 以及美国的无端 打压和制裁 所谓的制裁 其实给很多国家都造成了不变 所以对于这种风险 我们不能够无视 也不能够低估 第二个极端是 将风险控制到零 也就是说 由于恐惧风险 总想把任何一件事情 把风险控制到零 这个也是不可能的 按照风险管理 我们是要合理的承担 我所能够承担的风险 为出资者获取最大的投资回报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 要为国家的资本投资 获取更大的回报 因为在财务上来讲 风险和收益对等 低风险 只能获取低收益 你要想不想承担风险 那你把钱 只能把钱存到银行里 而最好是存到 功能中建 但大型国有银行 这样才没有风险 但是 报酬很低 我们为什么办企业 其实就是 勇于承担 我应该承担的风险 而且有能力承担的风险 来获取最大的回报 习主席在前面就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很好 大概意思是 要同时识别风险和机会 我们在经营中 管理中 决策当中 不仅要能够识别风险 而且还要识别机会 因为机会 很多机会是 孕育于风险之中的 那么按照风险管理的要求 我们要对企业经营中的 风险去梳理 不能够无视风险 你比如说 有的企业 在这个 原来是 如果说 比如说 你国有企业 我们在 这个 带中字头 是吧 带什么东西 但你一看是国有企业 当我们改制的时候 当下属公司改制的时候 或是某一个 非主业的业务 完全剥离出去的时候 那么这个企业的名称还不变 这样的话 转让给别人了 有的民营企业呢 还用了这个牌子 这样的话 对外说 我还是国有企业 其实这种 如果说有这种情况 但这是个极端的情况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会带来很多的麻烦 第五个问题 清晰的战略 与可行的商业模式 那么 刚才我讲的 预算管理 是落实战略的手段 战略目标和战略路径 是预算编制和管控的重要依据 所以 预算管理要受到很好的效果 首先企业要有可行的战略目标和定位 而且战略的思路要相当的清晰 而不是笼统的说 我是成本领先战略 我是市场份额领先的战略 我是差异化建成的战略 而要通过战略地图等手段 把战略做出详细的描述 使大家一看就明白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体现 清晰的思路 才能使员工有一个奋斗的方向 也才使 而且按照战略规划 运营模式要清晰 这样的话 预算的依据 才具有可操作性 第六 企业文化建设 那么对于企业来讲 刚才我们讲的 企业文化建设 是企业管理中的 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内容 只有大家 齐心协力 有共同的目标 团结一致 我们才能够 把企业搞上去 企业预算管理 涉及到很多技术和方法 而这个企业文化 是企业的一个综合的软实力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通过 胆建活动 通过企业的 员工手册 的宣传 和不断的学习 来提高员工的应距离 来提升员工的理念 只有这样的话 我们的企业 才能够 轻专上证 的去经营 才能够 团结一致的 去实施 管理中的各种 方法和手段 包括预算管理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能够 使各种管理方法 推动企业上台阶 13 小节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 刚才 我以预算管理 以战略 为依托 讲解了预算管理的 整个的流程 内容 以及管理中的 主要方法 这些方法和流程 都很重要 但是呢 我们实施过程中 要注意两点 这就是我小节中的 两句话 第一 遵循预算管理原则 第二 跳出预算管理框框 所谓 遵循预算管理原则 它基本的原则 和要求 我们必须遵循 比如说 预算管理 以战略为导项 必须涵盖 七个方面的 内容 所谓 跳出预算管理的 框框 在 每一个 环节 在某一个方面 具体运用 什么样的 工具和方法 对工具和方法 做哪些改进 才能够适应我们 这个是根据 企业自己的 管理 模式 和业务模式 来定 因此 我们只有在 充分了解 预算管理的 整个过程 预算管理方法的 运用 和预算管理的 原理的基础上 跳出预算管理的 框框 应地制宜的 进行 预算各个环节的 管理 我们的企业 一定能够上台阶 这就是我讲的 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